台中縣厚禮鄉舊社村 原是八載族最早的根據地 第二次大遷徙 同樣地發生在中部平埔 道光三年 西元1823年 年同八載族 道卡斯 拍普拉 巴布薩 和安雅等等的五族十四個社 集體像當時 還沒有漢人開發的普里盆地移民 我們是從豐原 台中縣的豐原 那邊還有從厚禮那邊過來 這個路線 如果說厚禮那邊 就從新社鄉 然後從國姓鄉那邊過來 豐原那邊也有從草屯那邊 也有從水里那邊 有三條路線這樣進來到普里 當時普里盆地 已有邵族和屬於太亞族的梅藩 和屬於布農族的普藩所盤踞 中部的平埔族 並沒有地方可以棲息 而不屬於平埔族的邵族 卻慷慷地讓出 現在普里埃蘭附近的地方 少族則是認為 日月潭水沙連更適合他們 於是一直到今天 八宰族每逢過年 還會邀請少族 前來收取象徵性的地租 當時大概是平埔族遭清兵圍剿的時候 沒有路可以逃 八宰族就跑到這個水沙連的地方 那他也清楚水沙連是少族的地盤 那就跟少族協調說 是不是給他一塊地安基這樣 所以少族就引到埔里那個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埔里那個地方 有很多族群布農族 太亞族 這個都在徵地 所以少族就是把這個地租給八宰族 讓他們在那邊過生活 那要收租金 那租金當然不是用貨幣 就是說因為平埔族比較會種水稻 少族不會種水稻 那就以他們種的水稻 做的年糕就做為租金 在八宰族裡面的傳統裡面 Q貴就是還親 少族要來收租 所以少族大概就分幾大姓 你的七義在哪裡 各個姓氏去收租 一直到我母親那時候小的時候 我祖母還帶他去收租 所以在八宰族的一個傳統裡面 也就是說少族是他的恩人 讓他有個安基樂命的地方 部分的埔里八宰族 是從苗裡的鯉魚潭搬遷過來 約莫在乾隆初期 他們已經從原鄉厚禮舊社 定居於鯉魚潭 所幸一直到今天 還保有自己的母語 和部分傳統的生活方式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 與我來幫你